缅甸境内战火纷飞,内战局势持续紧张,政府军似乎正面临不利的战场动态,在此关键时刻,缅甸官方抛出了一项引人深思的声明,全国范围内多达1300万人具备服兵役的资格,这不禁让人揣测,政府军是否正筹备一场大规模动员,抑郁在冲突中孤注一掷,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。 欢迎订阅爱观历史,据最新报道,缅甸军方高层,副总司令苏文上将亲自监督了征兵工作的汇报,显示出对此事的高度关注,目前,首批新招募的士兵已步入严格的训练流程,第二批新兵也已抵达各地训练营地,完成了包括体检在内的初步准备,这些营地遍布缅甸全境,标志着征兵行动的全面铺开。 然而,官方发言人在透露上述庞大数字后,又谨慎地加以限定,指出,尽管理论上符合条件的士林人口众多,但实际上,军方每年仅能完成约五万名新兵的培训任务。 这一补充说明,无疑为先前的惊人数字增添了复杂色彩,这一数据的公布,在当前的动荡局势下,无疑传递了一个多重含义的信息。 一方面,缅甸政府可能意在展示其身后的人力资源储备,暗示其有持久作战的潜力,对反政府武装形成震慑,表明无意在短期内寻求和平妥协。 另一方面,这或许也是对国内外观察者的微妙信号。 预示着缅甸的内战僵局短期内难以破解,军事冲突或将旷日持久,不如新的一年,缅甸政府最为瞩目的动作之一便是显著加强了征兵力度。 年初,官方正式宣布实施强制征兵法案。 授权军队征兆所有失灵人群,要求其扶兵役两年,特殊情况下,扶役期限可延长至五年,这一政策的出台,无疑彰显了政府应对复杂局势的决心。 近期,另一则消息同样引起关注。 缅甸政府拟于10月启动全国性人口普查工作,外界分析认为,这可能是为筹备新的选举铺路。 然而,鉴于当前政府征兵活动的密集程度,此次人口普查也被推测可能服务于征兵目的,旨在更精确地掌握潜在兵源情况。 缅甸政府频繁且大力度地征兵行动,其根源在于国内日益紧张的军事冲突,自去年10月免北民族地方武装力量发动攻势以来,反政府武装在全国范围内的抵抗力量犹如星火燎原,对政府军展开了激烈的攻击。 尽管政府军装备更为先进,却在战斗中连连受挫,丢失了多处战略要地,特别是那些对经济命脉及外交关系至关重要的边境口岸,他们的尸首对缅甸当局构成了重大打击。 为此,政府军近期集结优势兵力,奋力夺回了与泰国接壤的关键边境城市妙瓦底。 试图扭转战局,然而,妙瓦底的收复仅是局部胜利,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缅甸面临的困境,若军方意图遏制败事,乃至策划反攻,增强军力成为当务之极,征兵便成为缅甸政府最为直接有效的策略。 毕竟,无论多么周密的战略规划,最终都需要足够的人力去实施,不幸的是伴随着战线的不利,政府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逃兵现象,尤其是在边境地带,整连整营地士兵在遭遇挫败后逃往邻国的案例屡见不鲜,更令人担忧的是,逃兵潮不仅局限于基层士兵,甚至波及到中高级军官层面。 有报道指出,有军官携带家属,呈专机逃往泰国,这无疑进一步削弱了军方的战斗力与士气,因此,征兵不仅是为了补充前线损失,更是为了稳定军心,重塑战斗力。 当前,缅甸政府军面临的一大严峻挑战便使人员严重不足,征兵成为了几乎唯一的应对策略。 然而,鉴于缅甸国内动荡不安的现状,志愿从军者恐怕寥寥无几,这也是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措施的根本原因所在。 此外,尽管官方声称正在对新招募的士兵进行训练,外界对其训练质量和效果持保留态度。 毕竟,政府军连维持现有战线都捉襟见肘,很难想象能有多余的资源和精力来系统性地培养新兵,新兵们很可能在经过简短的训练后便匆匆配发武器送往前线,可想而知。 这批未经严格训练的战士投入实战,其结局不言而喻,至于缅甸军方声称每年能够培训约五万新兵的说法,其真实性有待商榷。 即便这一数字属实,能否凭借这股新鲜血液逆转国内战局,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,值得注意的是,缅甸政府军显然并未打算就此掩齐息鼓,他们在行动上反而展现出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。 比如,缅甸民族地方武装力量之一的德昂军指控,缅甸军方近期违反了由中国促成的停火协议,对他们发动了袭击。 尽管这一指控的真实性质疑尚存,因为利用舆论工具是冲突各方惯常的手法,但若指控属实,则无疑释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,预示着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,新一轮会谈。 第六轮和平谈判仍然是在中国的协调和斡旋下进行的,和谈地点仍然在中国的昆明。 目前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已经做出了肯定性的回应,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。 汪文斌表示,保持缅北停火和谈势头,不仅符合缅甸各方利益,也有助于维护中缅边境安宁。 中方将继续为缅北和平进程,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。 目前仍然不知道和谈的内容和结果,但是有几点是肯定的。 一、自从2024年1月,果敢同盟军三兄弟和缅甸军政府和谈,取得重大成果,并签署了海耿协议。 双方实现了在善邦北部地区的停火之后,自1月到5月,4个月的期间,双方仍然在开展和平谈判,但是并没有取得太多实质性的成果。 二、和谈的内容主要是包括,缅甸军政府承不承认国敢同盟军等政权的法律地位,要不要在国敢地区驻军,关于关税收取的分成等等。 三、各方都愿意保障中国在缅甸相关项目的既有权益,各方都维护中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,此外有消息表明。 本次会谈还增加了更多的议题,比如说在若开邦,若开军与缅甸军政府之间的战事冲突及双方关系,也属于谈判和调停的范围。 尽管目前国敢同盟军和缅甸军政府正在进行和平谈判,但是近几日,双方在缅甸拉虚却发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冲突,冲突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 但是这表明,双方在拉虚的对峙还是比较紧张的。 当然,这种军事上的冲突,也不一定意味着双方在谈判桌上取得不了任何谈判成果,虚虚实实,实实虚虚。 有的时候双边的军事冲突也是促进达成和平谈判结果的一个动作,目前缅甸军政府手中最大的筹码是主权优势。 只要缅甸军政府不承认民族地方武装的法律地位,民族地方武装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诸多的限制,比如说对外贸易、公民身份等等。 而民族地方武装手里最大的筹码是在战场上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。 缅军在诸多战场都是节节败退,目前虽然组织了一些反扑,但是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。 如果缅甸军政府和民族地方武装能够达成实质性的谈判成果。 我们认为,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,也攸关缅甸境内的战局走向,对缅甸军政府和民族地方武装来说都是好事,民地武要进行攻打。 近日,据缅甸内比都缅军方人士消息,缅军驻辣须部队已进入紧急军事戒备状态,共有数千名缅军将乘坐飞机前往缅须。 武器弹药也每天进行空运中,据缅军内部称,丹北反政府军在缅须的村庄藏匿了大量军队。 纳须是下缅甸通向缅北的第一个桥头堡,也是缅北最大的华人聚集城市,俗话说的纳须者,对缅北,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 缅北三兄弟联盟,包括国感同盟军,德昂军和若开军三支民地武,去年发动的1027行动让缅军损失惨重。 若开军在缅北的行动,纯属协助缅北反政府的民地武,在缅北是没有实际地盘,德昂军与国感同盟军对缅军攻势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。 本以为三兄弟联盟会一鼓作气拿下腊虚这个城市,但在邻国的调解之下,冲突双方都保持了短暂的平静前段时间。 北胆军突然宣布向缅军正式宣战,使缅军在胆北的压力大大增加,而胆北反政府联军暗暗集结在腊虚的村庄,看来腊虚之战即将打响,胆北反政府联军发兵腊虚,很大程度上是自身利益没有得到满足,也有可能是三兄弟联盟与缅军达成的停火协议引起西方国家的不满,毕竟推翻军政府才是终极目标。